近日2021年长江源综合科考队 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智多县多彩乡的 索布茶叶科考时 发现了一处古冰川遗迹 发现的这处古冰川遗迹 被称为索布茶叶古冰川遗迹 科考专家介绍 这是第四季冰期 被冰川长期作用留下来的遗迹 距今约11,500年 科考队的监测数据表明 这里的冰川面积 有387.1平方公里 是青海省冰川面积的10% 也是长江流域最大 最长 最典型的一块 索布茶叶古冰川遗迹的典型地貌 对探寻长江的演变过程 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